現在更多的詐騙分子 他把戰火集中在網路世界 由於整個虛擬貨幣 他是投資市場的新寵兒 他也就成了被詐騙集團 利用的媒介之一 我們來看到 2005年5月到今年7月 你可以看到整體的虛擬貨幣市值 他其實歷經了四次的高峰 其中我們來看到 2020年5月到隔年同期 他其實跳增了將近十倍 不過接下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他又幾乎整個價值完全的腰斬 他的市值最高曾經衝破了3兆美元 目前已經跌到 只剩下大概1兆美元 你可以看到他的起伏 跟上下的震盪 其實非常的劇烈 那假設你是喜歡高風險 高報酬的人 看到這麼刺激的走向 你當然會被吸引 在國外他就發生了很多 借用這樣虛擬貨幣當作一個幌子 騙取錢財的案例 大部分都是換湯不換藥 最主要我們可以把它歸納為 四種的詐騙套路 今天我們要帶你一起 找尋租師馬跡 拆解四種套路 這樣一來才可以預防成為 下一個受害者 這就是你的銀子的機會 快速致富是很多人的夢想 往往也是讓他們落入 詐騙陷阱的起點 詐騙方是推陳初心 但其實也有套路可循 最常見的金融騙數有四種架構 分別是金字塔騙數 龐氏騙局 拉高出貨和抽地毯 曾被奉為虛擬貨幣 女王的OneCoin 維卡幣創辦人Ruja 靠著牛津學歷和麥肯錫 經歷在三年內騙走四十億美元 用的手段就是金字塔騙數 在這段期間內 巡迴世界召開論壇 寄出買課程就能累積代幣 而且只要成功拉近一個人 成為下限 上限的人就能因此有更多獲利 他用了這種多層次推銷 在法律上並沒有違法 問題出在維卡幣 根本就沒有產出任何虛擬貨幣和區塊鏈 很多人因為看好維卡幣前景 花錢買課程 結果全是一場空 最後Ruja在2017年憑空消失 接手企業的Ruja弟弟 則被FBI逮捕 Jerry出現了友善 正確 正確 大家都有一個傻子 好像Jerry是失業的 我為購買和賣比特幣 這個大家口中說的Jerry 2013年在加拿大創立了 交易比特幣的網站Quadriga ZX 用划算的匯率吸金 其實是一場唐式騙局 把A的錢給B B的錢給C 挖動牆補習牆的方式 經營了6年 最後騙局被拆穿 是因為2018年比特幣崩盤 投資人恐慌之下 通通想把錢給抽走 擠兌之下 唐式騙局破局 然後Jerry就死亡了 Jerry就死亡了 他跟他拿了帳號 這意味著 190億美元的客戶 都藏在內 沒有人能夠接觸 突然 帳號掉了 透過Quadriga CX投資比特幣的人 到現在都還在找尋答案 有人認為Jerry是假死亡 爭炸彩 也有人覺得是他的妻子幕後策劃 無論事實為何 他們都知道那筆錢 大概是拿不回來了 Reddit是美國知名社群網站 其中一個標榜害華爾街對抗的論壇 是Wall Street Bets 在河門聚集在這裡討論投資策略 Wall Street Bets的理論是 我們會購買20 有人會購買30 然後再購買30 有人會購買40 然後再購買70 然後140 然後200 然後300 只要價值得高 但問題是 那價值得高 這些散戶的目標 以小博大鎖定股價極低的小公司 也就是同班股 吸引資本小的股市新鮮人 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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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初傳出華爾街看空GameStop股票 Wall Street Bets的散戶們就在板上號召跟華爾街巨額對坐 大量散戶湧入買進 讓GameStop股價暴衝漲到熔斷 可見螞蟻熊兵的力量有多大 很多散戶投資人一窩蜂跟著網路風向坐 沒有良好基本面的小股被拉高 高出貨 最後股價崩盤套牢跟進的人 魷魚币搭著韓劇魷魚遊戲的名氣出現 靠著抽地毯手法 詐騙高達300多萬美元 所以市場價值是2.168億元 現在市場... 噢! 噢! 我們到0了 你已經看見了 一個神經病的洞湖 這個叫做Rug Pool 在那裡有開放大量的蜂蜜 突然賣 壞到價錢 讓銀行無價 魷魚币是一場騙局 其實早就能看出端倪 包括他的網站有諸多文法錯誤 上面放的公司成員也全都是假的 不過還是不少人 想趁著虛擬幣瘋狗浪撈一筆 我們認為我們是好罪解剔員 那是為什麼我們會騙的 防詐騙機構Scam Advisor 針對全球150個國家進行調查 發現有七成的人都認為 自己有辦法分辨詐騙和真實 但同時也有67%的人 在一年之內受騙上當 而詐騙的案件當中 最多的是試圖竊取個資 第二名就是用投資虛擬貨幣為藉口 讓人掏錢出來 平均受害者損失的金額超過一萬美元 想要達到財富自由是人之常情 但在決定把錢拿去投資前做好充足的功課 才不會錢還沒賺到老本就被詐騙集團先搶走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